你剪断我的发 剪断了长发 这一滴伤透我的尴尬 当年许多台湾歌迷 就是从短发开始认识梁永祺 一双明亮大眼搭配俏丽短发 还有177公分的高挑身形 想不注意她都难 不过刚入行当平面模特儿 梁永祺原本其实是一头长发 那时候还是有一种传统的观念 就觉得女孩子长头发看起来 比较美 看起来比较温柔 我的外公刚好合适 因为我记得我外婆常常念我 就是你的头发太长了 把你的营养都扯掉了 干嘛干嘛 我就想说好吧 我就让她开心 我就把她剪掉了 就觉得好清爽 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方便 干净 俐落 工作满档的梁永祺 2024年也将解锁台北小巨蛋 以时间遇上我们为主题 并且演唱百分百的活语歌 是我自己想做的创举 就是一个演唱会 从香港走到台湾 是从百分之一百的广东 可以走到台湾 变成一百个可思量的国语歌 所以这个小小的创举对我来说 好像把我这么多年努力的成绩 跟成绩表 就是对两岸三地去 跟我的歌迷去分享 这样的感觉 惊喜都肯定会有的 但是还是要有点神秘感 反正你们想听到的 这首这首这首都没听到了 大家好 我是Gigi 梁永祺 明年我会在小巨蛋开唱了 想知道更多 记得看TVBS的当掌声响起